台中市龙井区的上空在12号傍晚 有民众目击到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 仔细一看竟然是动力飞行赛 不过由于当地并不是合法空日飞行区 不仅人口稠密还有很多的高压电塔 如果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违规飞行的男子 疑似是台中市现任远景 不过分局出面澄清 当事人有解释当时是在进行教学 而他只是去帮忙收散 至于到底是谁违规飞行 将配合民航局理清 民众拍照拍到一半 发现远方高空居然有个不明飞行物 难道是有热气球迷航从其他县市飘过来 立刻出动空拍机确认 我刚好在附近拍照 我想说那个地方怎么有一个怪怪的东西 就是不像风筝里不像空拍机 我仔细看就发现是那个飞行伞 12号傍晚5点多 目击民众拍摄拍到一半 惊见空中居然有个动力飞行伞 惊呼真的很危险 我是觉得那附近电塔太多 飞行伞的下方就是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一旁还有车来车往大马路 最恐怖的就是高压电塔和电线 如果不慎掉下来 后果不堪设想 飞行伞降落路边草丛时 有民众上前关心 而忙着收散的男子还要求不要拍摄 警察会来抓但经过查证收散的人居然就是远警 被质疑知法犯法 飞的人不是他 他初步是这样讲 平常有在教学生 他说是他来收散 初步我们问他他是否认 但是我们实际我们还是要调查清楚 拥有合格飞行征兆零星远警还在休假中 但否认是他违法飞行 警方将配合民航局进行后续调查 要将违规的人揪出 并依民航法进行开罚 最高可罚三十万元 这里是王生炫台湘报道 请不吝点赞us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